台九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针对和平到崇德段部分 苏花改工程处日前进行说明 不过参加的人并不多 大部分的村民还是不了解整个未来的规划方向 秀林乡公所就要求苏花改工程处要召开第四次的地方说明会 并安排在4月7号晚上在崇德村的多功能集会所举行 期盼有更多族人来参加充分表达意见 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崇德村 地方说明会在2月20号、3月16号和3月19号分别在崇德村办公处 和秀林乡民代表会进行召开 而这三场说明会 村民们参加的人并不多 而未达成共识 为了让更多村民们能够参与 并且安排在4月7号晚上改在崇德村多功能集会所举行 崇德村表示担忧苏花安走原来的台九县 其大量车草影响在地的交通安全 苏花安需要绕开村落 过年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 车辆很多 还不止是过年 假热的时候也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应该 这个主要的路线应该沿着 一个做一个外环道路 绕着太平洋的这个海岸线这个地方走 出去就到六七的下游的出口这个地方 连接到这个新城 做这样的一个外环道路 再从这个外环道路里面再连接一个二线道的路 连接到部落里面 这个就是兼顾到安全 兼顾到经济发展 也兼顾到这个车子的顺畅 这个应该是一个是三营的一个方向 三营的一个动作 兼顾到技术安全 也兼顾到部落的产业发展 也兼顾到整个路的顺畅 交流部公路总局 树花公路改善工程书表示 台九县树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主要说明台九县树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远期研议课题 计划范围 计划目标以及方案 研理评估 同时来听取民众的看法以及建议 树花改三个月通车之后 台九县树花公路仍有部分路段有落实 探防中断的风险 交流部提出树花案的计划 预计改善路段包括宜兰县基内东澳以及南澳段 和平重断段再分成约5.7公里的和平以及和中断 以及14公里的和人到重断 初步评选出多条路廊方案 也希望7号的说明会能够充分地让乡亲了解 未来的规划风筝 记得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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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未来的规划风筝